百分之九十九 是因为黄新龙老师的关系来的 我有一点嫉妒 又有一点高兴 那我们先给王老师鼓声鼓声 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也许是观世音菩萨 他给我脱梦 然后我有一个职呐叫陈文正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们台北市演讲最好的人 叫做王兴隆老师 恭喜 与各位这种掌声 我不晓得王老师满意不满意 先来报告 鼓掌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可以预防癌症 要不要鼓掌 第二个可以预防老人痴灾症 第二个可以预防老人痴灾症 第三个 我知道你们都很有钱 不太再多 但是我还是愿意讲 走手代表正财 右手代表负财 右手代表负财 当你鼓掌的时候 钞票滚滚而来 我要请问各位 您刚才在鼓掌的时候 心情高兴不高兴 高兴 请问财神员是跟高兴的人在一起 还是跟痛苦人在一起 恭喜 恭喜 要不要再鼓掌一次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 王兴隆老师 他是怎么样的人 我本来是在这边 你知道 谈笑风自若 可是你知道 为了他 我很紧张 我紧张到哪一种程度呢 我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 先打一个抄稿 这个抄稿没有那 然后在电脑上打好抄稿 然后再抄一遍 刚才抄一遍的时候 脑力激淡 又挤出新的东西 王兴隆老师 是一个血氧季风的成功企业家 没有鼓掌的人 就是没有正同我这一句话 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卓越的贡献 台北捷運 台北捷運开封的时候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是问题重生 有一句话说 马特拉夫拉 我自己来拉 我们自己来拉 这个题目 讲我们自己来拉的时候 那王兴隆老师 是什么 是他们很重要的咨询顾问 要不要掌声 所以我们大家在享受 今天我们享受 这个时候 享受捷運的方便 我们饮水失言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 王老师 是这个水盐的盐头之一 即使是小雨滴 也是伟大的不得了 那咱们就不就 没有 没有 王老师 他的丰功伟业 吉探浇浇浇 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 那个 我跟大家报告 他是台北的有钱人 也是可以说是台湾的有钱人 那 但是 各位破口吗 台湾 有记俗话 台湾 吉英卡吧 对不对 对 换句话说 台湾的有钱人 非常多 像他这么有钱人 也很多 因为今天在座 就有好几 好几位 好多位 比我们王老师更有钱 这样说对不对 没有 没有 没有人鼓掌 因为王老师还有工人材 没有 我终于知道 我也有失业的时候 这样说对不对 对 怎么没有掌声 我要跟大家报告 在这么多有钱人的里面 我们王老师 他 他无法奇想 在去年的十夜 他成立了 无名式分享延期 我想问 有没有 知道 无名式分享延期 如果没有参加的人 你以后也可以来参加 无名式分享延期的伟大 在哪里 他不募还 他也不叫你兼还 但是 他怎么样 当他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闻生就土 哪里有需要帮助 他就飞到哪里去帮助 然后 像我做任何事情 我都偷偷的去做 我希望成功 出自我的身体就好了 没有想到 我们王老师 他这个观念是什么 成功不易自我 他希望 团结力量大 希望怎么样 希望我们 大家一起来 所以 他一定把秀吉 巴附给很多人 所以 你知道吗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怎么样 力量都是超越 一倍 一倍 两倍 三倍 那不是 那个的话 我想这个力量是很伟大的 无名式分享延期 你知道吗 我跟他报告 我的活动 我每个月在台北有五场免费的导览活动 我曾王老师 他帮我怎么样 帮我传给各位的时候 每一次都有新的朋友来 那刚才我还碰到一个小女生 长得很漂亮 他告诉我 他从美国 一秒过来 他说 这个礼拜六 他要来参加 我的已经小鹿 已经在蹦蹦乱跳了 老鹿 老鹿 他不给面子 没关系 我跟妳讲 他是我的好朋友 西门英老大 我很尊敬她 大姐 我们也拜一下 要拜一下 我跟他报告 我现在暂时不要讲太多 因为今天在这边 还有一个很伟大的人来 大家知道 他看起来像很年轻 为什么这么年轻 其实他没有那么年轻 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年轻 因为他都是擦骑士 擦装衣 他也是什么 我们这个活动 推几半 最重要的推手 要 副董事长 有什么